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日本共同社的報導說 日本職業聯賽JNIT 正在考慮將聯賽時間和歐洲賽季時間同步 由秋天開始到第二年的春天結束 消息人士透露 這樣的時間有利於日本球隊備戰亞冠聯 因為在2023賽季開始 亞冠聯將會在9月份開始 在目前的春秋時間結構之下 日職球隊將會很難組隊參加亞冠聯 這樣的轉變 亦都令日本球員轉會到海外球會 以及海外球員和教練加盟日職變得更容易 但這樣的時間轉變仍然存有許多問題 冬季比賽的增多 將會影響雪區球會比賽日的上座率和其他活動 日本職業足球運動員協會 在2022年進行一項調查顯示 雪區地區的球員反對聯賽改變時間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 下載M直播 請 Wihhi